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我们称之为再婚 她是香港九龙八市创始人 雷亮的孙女生于豪门 长于豪门 生活与工作圈子接触的都是有钱人 含着金汤池出身的公主 挑老公标准 不亚于实验室里研发专家的精准计算 年轻时一段短暂的婚姻让她倍感失望 五十岁高龄的她遇到了真命天子 这一次她不再胆怯 再一次勇敢选择嫁人 这个现实版穿普拉打的女王 她就是雷一辉 香港九龙八市 无人不知 她的创始人雷亮将自己的青春与经历 全部投注于创立集团的事业中 香港有一处地标性的建筑物叫做雷生春 这个很有年代感的西式建筑物 曾经是雷亮当年的居住地 后来被雷家后人捐赠给政府 这里也成为香港一处很值得观光的景点 伤害沉浮多年的雷亮 见证了香港的历史变迁 同样一个创造百亿豪门的成功商人 作为有胆有识的一家之长 在她的引领下 她的家族也是人才辈出 1944年雷亮去世 儿子雷普赵接过家族事业的指挥棒 继续为香港的交通事业增光天才 自古互富无全子 雷普赵在事业上力争上游 将集团业务搭理得井井有条 在自家方面 雷家虽贵为豪门 却鲜有绯闻传出 由此可见 雷家不仅做事低调 而且在儿女的管教方面也很有章法 雷家的长孙雷永晃 他是雷一辉的弟弟 不仅是一位高富帅 还是一个学霸 洛杉矶NBA的高学历 航海家杂志销售级市场总监 身家高达一个亿 雷一辉的这个弟弟 个人经历相当精彩 2008年从美国读书回到香港后 并没有服从父亲的指挥 进入家族企业 而是坚持自己的喜好 他喜欢水上运动 一身被阳光晒的古铜色皮肤 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或许受西式教育影响 他很在乎自我感受 所以才进入自己喜欢的领域做事 雷永火曾经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朋友 叫做冯芳颖 两个人分手之后 这位被人称为钻石王老五的大帅哥 也经历了多段感情 不过至今未婚 他似乎更满足现在的单身状态 所以并没有像姐姐那样 执着于围城里的烟火 而是更喜欢自由自在地 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对于钻石王老五这个称呼 他似乎很不感冒 甚至自嘲地表示 我一颗钻石都没有带 怎么能叫我钻石王老五呢 他与其他豪门子弟 有所不同 雷家的家风 让他们姐弟二人 很少与娱乐圈人士来往 因此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曝光在媒体的闪光灯下 活得坦然又自在 雷一辉作为家中长女 他自幼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 对于家族事业很上心 由于弟弟不热衷于 这个领域 他身上的担子并不轻 雷一辉的商业头脑非同一般 他不仅是巴士集团的第三代传人 同时在香港也拥有自己的公关公司 他的敏锐与果敢为集团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遇到危机时能很快化解 遇到机遇时能准确把握 他在集团的表现 获得了董事会和集团 以及所有高层领导的认可 集团上下所有的员工 对这位女强人都是很敬畏的 一个懂得舍得知道的伤害女王 她活得如同现实版穿普拉打的女王 这样的女人过于强势 所以敢追她的男人寥寥无几 父亲雷普照对于女儿的强势很担心 事业并不是女人最终的归宿 家庭才是一个女人的心灵寄托 知词莫若妇 父亲担心女儿在感情上受挫 事实也确实如此 雷一辉在情路上也确实是一路跌跌撞撞 雷一辉的第一段婚姻是失败的 她与男友陈一辉相恋九年 因为双方都是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这段恋情长跑并没有让双方步调一致 爱情与面包不可能坚固 两个人结婚以后 因为各自忙于事业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渐渐的这段感情恢复了平淡 这段婚姻只维续了不到两年就宣告结束 人们习惯于在失败中总结尽厌教性 雷一辉也不例外 她明白自己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类型 成功的男人不仅需要女人的崇拜与敬仰 他们对女人有一种天生的保护欲 如果一个女人跟她一样坚强勇敢 只会让他们退避三社 明白了这个道理 雷一辉面对第二段感情时 开始学会了妥协与示弱 雷一辉离婚后 认识了一位菲律宾级的华侨 由于南方的事业在上海 雷一辉与对方相恋后 这一次她爱得一无反顾 两人订婚后 她甚至不惜为了未婚夫 放弃自己的事业 跑到上海想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却让南方感觉到了畏惧 两个人没过多久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 雷一辉又经历了几段感情 皆以失败告终 心灰一冷之后 雷一辉在感情方面 开始变得景小胜微起来 对于雷一辉来说 能够找到一个步调一致的男人 并不容易 在她的内心深处 始终渴望有一个 稳重 懂得包容理解她的男人 为她今后的人生遮风挡雨 但是经历了那些失败的感情 她发现有些风雨 却恰恰是不合适的人 带给她的心中的伤痕 只能靠时间去抚平 时光流逝 女人最好的青春年华 就这样被时间的钟摆 消耗下去 到了天命之年 她才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陈一生 这个比她大13岁的男人 是一个很卢雅的男人 她非常懂得生活 还是一位烹饪高手 陈一生对雷一辉关怀备致 甚至为她亲自下厨 包花椒汤送给她喝 生活当中对她关怀备致 事业上也耐心地为她指点明星 从2017年开始 两个人开始相恋至今 雷一辉在这个男人身上 没有发现任何虚伪和狡诈 却发现这个男人越相处 越感觉到窝心 陈一生她的所思所想 对方不仅能够很理解 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 进行话题的延伸 给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独到的见解 于是当对方向她求婚 并且献上一颗巴克拉的大钻戒时 她没有再犹豫 这个男人确实是她需要的 能够让她产生依赖和信任的绝世好男人 2020年11月 两个人申请注册结婚 雷一辉天命之年得益良人 总算没有让远在澳洲的父母失望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他们没能来得及 清零女儿的订婚现场 但是接到喜讯的时候 他们在海外送上了祝福 并且申请了回国的相关事宜 2020年12月25日 雷一辉和陈一生正式办理了婚礼 他们并没有大宴宾客 选择了低调办理婚事 邀请到场嘉宾都是 至亲好友 雷家信封的是如商思想 新姑爷的气质 与雷家的主张非常契合 想必这也是雷家父母 能够接受这位高龄女婿的原因 虽然她比女儿大13岁 但是只要是一个真心 对待女儿的好男人 雷氏夫妇也会真诚相待 雷家是一个爱心之家 雷家曾经在孤儿院 收养了一个脑部有残疾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虽然长到了20多岁 但是智商却如同一个10岁的孩子 在雷家养了20多年 雷氏夫妇对她视如己出 雷一辉将其视为自己的亲弟弟 一样疼爱 好人终会有好报 善音终会得善过 雷一辉作为百亿豪门的第三代继承人 能够秉承爷爷的遗讯 将雷家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想必也是炙日可待的事情 一个人想要在人海茫茫中 遇知己并不容易 在这浮华的世道之中 有多少风云诡决的世事变幻 就有多少爱恨情产的执念和遗憾 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人 实属难得 如今遇得良人的雷一辉 满脸笑容是真 夫君宠爱她的情是真 家人的祝福也是真 在这真实的生活中 得到一颗真心 想必比巴克拉的钻石更有意义 毕竟千金难得有情人 无论是豪门 金门 铁门还是木门 只要能够通往幸福之路 推开这扇门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与之牵手的这个人 不负期待就是良人 雷一辉在娱乐圈的好友并不多 他择友与择夫的标准都很苛刻 听闻他的喜讯 莫文卫也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 两个人也都留下了亲密的合影照 共同见证这一幸福时刻 正如莫文卫在歌曲《阴天》中所唱的那样 被爱情包围的两个人 依偎在一起 相片中的两个人傻傻地笑着 笑得那么甜 那么真实 美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